选择程度部分入门的有五位 八位因为五位,反而是六十二 所以基本上有三分之二是选入门 所以看得出来 大部分同学 可能这个底子稍微弱一点 如果你是选入门的话 真的 我还是要点心理准备 这个课程 不算简单 但是也不用太担心 我会把 可能有一些部分录下来 你如果觉得你怕说之后 有些部分听不懂没关系 回去再敞出练习一下 进阶的话大概就敞 所以我可能会抓入门跟进阶 中间一点的难易度来上课 大部分同学最多是希望能够把VBA学好 就我刚刚讲制定函数 也就是一个工作 你如何量身定做 让它完全符合你工作上的需求 可以把每个动作全部都 其实不只一个动作 你可以全部串在一起 也就是说有人一个早上的事情 全部都 当然它有些是重复性很高的 它就全部把它串成一个VBA层次 然后一个按钮按下去 一个早上的需要的报表结果 就产生了 OK 也就是它以前可能要做一个早上的事情 它会VBA 可能只需要按按钮 按按钮需要多少时间呢 按下去 大概就一秒钟的时间 事情呢 就搞定 感觉上 还蛮有成功 它其实还蛮开心的 因为那学生其实写完之后 看得出来它第一个 他好像找到他工作上的自信心了 OK 再来的话呢 他对于工作上也充满热情 再来的话呢 他说 哇 老师我突然间感觉上班是非常愉快 因为我一早上的事情呢 一秒钟就做完了 那一早上就没有事情了 OK 大家也不能让老板知道他做完了 所以他剩下来的话 他就一个早上的时间 可以做他想要做的事情 所以有些学员 他就继续在练功 在上班的时间 就开始练成诗 继续写 所以他练到我的程度之后的话 他就会更有机会 为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这个专业了 他就思考说 他需不需要再去 换别的更好 薪资更高的工作 所以其实选择权不在 就不是在你被选择 OK 而且你可以选择说 你将来有没有更多的机会 OK 那其他的话 还有哪一些高级函数 这可以有没有重点 另外的话 聚集录制 这他也会说一下 不过跟各位讲 这个聚集录制的话 也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功能 最后基本上还是要写比较实在 因为录下的东西 其实都录下很多垃圾 因为称它叫垃圾城市 它其实是怎么帮你的 它是把你滑鼠键盘 做过任何动作 帮你写出对应的城市出来 也就是你点一下 它就写一行 点一下 或者是你键盘打个什么 它就帮你写出对应的城市 但有的时候 其实那些动作 根本不需要 如果你会写城市的话 基本上 可能它录下来 可能几十行城市 你自己写 可能不到十行 你写出来了 所以自己写的话 你可以让城市变得比较精简 而且流畅 然后阅读性高 但是录之聚齐的话 它缺点 反正你做什么动作 它就帮你录什么结果出来就对了 OK 所以这个可能要 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当你不会写对应的VVA城市的时候 没关系 至少你也可以让它帮你产生 然后你可以拿它来做 拿来参考也可以 至少完全 零 完全没有的状况下 它也会帮你产生 这一点其实倒来不错 那我会跟各位讲说 录制聚集也不能乱录 有没有什么录制的技巧 跟各位说明 然后再来的话 就是表单设计 那VVA里面还有更好用的 甚至可以设计一个输入界面 让人家的话 一个罗伯的坑的填资料 然后输入到你指定的位置上 有点像是把以色列当资料库来用 以色列能不能当资料库 无庸置疑绝对可以 但是该怎么用 其实如果你小量资料 拿以色列当资料库 有何不可 当然你如果超过一百万笔以上的资料的话 还是建议你可以用 别的资料库 比如像ASAS 像SECOL SERVER 像OLOVA等等的资料库 可是如果不是 其实我工作里面就那么些资料 那我没有Excel 绰绰有余的 OK 其他的话 大家为什么来上这门课 希望有的薪资 然后工作要有迫戒需求的 五个 也就是如果真的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 真的如果你假设不会这个技能 还是可以工作 工作会非常的忙碌 永远的事情做不完 OK 所以如果你会的话 其实效率大家提升 好 大家跟各位讲一下这个问卷结果 接下来的话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我们这个课程 课程名称 那这个课程名称的话呢 就是我们Excel VBA 然后与资料库云端设计 那这门课当然我们有分两个阶段 这门课现在是初阶 后面还有一个叫进阶 OK 所以我们有划分 那这门课的话 基本上呢 是让各位有一定的入门 OK 不会讲的非常高深的那些东西 也许那些 如果你想知道的话 也许等到你入门了 你再去学习进阶的 OK 可以做到什么 非常多的东西都可以做到 你其实啊 你只要滑鼠键盘能做的事情 VBA都可以代劳 OK 都写得出来 OK 好 那接下来的话 我大概跟各位说明 待会的话 大概说明一下吧 我自己 然后上课用书 这个参考用书的话呢 不是非必要啦 不过 我是觉得说 如果你想要多了解一些 有关理论方面的基础的话 那当我们上课 可能没有办法去细米讲那么多 你就可以去参考一些 我有提到的这个参考用书 那课程大概简介一下 并且也更会说明五大类的函数 那另外自定函数相关的部分 那我们课程目标的话 刚刚我才会提到 最大的是希望什么 提高那个工作效率 自然怎么样 你可以就是不用一直加班 OK 所以其实很多人都希望不要加班 另外的话 如果你不用加班 因为效率提高之后的话 其实工作能够更惬意 OK 你能不能懂那个惬意 工作起来很惬意 OK 别人觉得很困难 对你来说确实简单 一盘小菜的话 当然你会觉得很容易啊 那 要怎么样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 其实可能你还是要学会一些 比较对的一些 这个专业技能 那里面的话 当然你会了这之后的话 你可以增加职场上升迁的机会 还有你转职上的筹码 OK 因为很多工作都 我刚刚讲过了 其实老板要的是快 效率高 所以他当然也会希望说 你会一些 现在主流需要的一些技能 所以大家刚刚我跟各位讲了几个部分 这个也按部就班 跟各位说明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自己本身 在这个领域已经非常久了 所以如果说你要找 找到我的相关的东西的话 你Google吴老师 我记得好像 这关键字的第一个连结 就是我的部落格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OK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也叫吴老师 可是那个吴老师不是我本人 但是他 他是买广告之后 慢慢爬上来 OK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 第四个是我的论坛 所以你大概看一下 应该 我在那个 网路上面东西 其实放还蛮多的 那我刚开始主要纯粹只是希望分享 也没有特别为了什么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这个推广部就邀请我来这边上这个课 所以这个课的话也是因为我做了一些事情 他们觉得这东西还蛮有市场的 所以他们就觉得是不是可以开个课 然后其他单位也是一样 那最近的话 那个台师大 他们也想要开类似这种课 然后也找我去台师大 开类似这种课程 所以我想 这个课程应该需求不再少了 那你想说 我现在不是有Python 类似的课程吗 而不是学Python就好了 那我讲 我自己也教Python 跟VBA有什么差别 其实最大的差别我觉得 而VBA相对的简单很多 怎么说呢 因为你只要打开eSale 打开eSale 里面的话呢 就可以把这个箭头 其他命令 你就把制定功能区里面的开发人员打勾 按个确定 这边就有开发人员 也就有Visual Basic 那就可以 开始写程式了 那如果Python的话 你光要安装环境 我看你可能就想要打退堂鼓 OK 为什么 因为其实真的还蛮复杂的 那VBA呢 它已经帮你都 Ready 好了 你只要怎么 把程式打上去 就可以过客 OK 所以当然相较之下 其实第一个 VBA简单 在环境上 第二个的话呢 因为 它就是在eSale里面 所以你做很多的操作 都不需要再写一些 跨那个档案的这种 这种 这种语法 所以程式语法 也就简单一句 如果你的资料已经在eSale的话 你刚才用VBA就好了嘛 如果你用Python 你还要再去 input 再引用一个外挂 才能够去 存取这eSale档 那真的是有麻烦 光要写 引用外部的外挂 你Python要学到哪里 可能不是学 几堂课的事情 所以啦 我是建议 如果说你暂时还没有 想要把自己 那个 提升到那样的位阶的话 就是我觉得你暂时 姑且第一阶段就把预约需要 就已经相当不错了 那你说它 会不会不够用 不是觉得他们都还蛮够用的啊 那很多人每天都要用这工具 基本上我自己就是啊 简单的事情就这个就搞定啊 干嘛没事还要开 开一个很复杂的城市 对啊 但也不是说那些都 这个这个都没办 如果你复杂的事情就用复杂工具 简单的事情就简单工具吧 那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再来的话呢 其他部分当然我已经 教了蛮久的这个课程了 所以 你们在网路上也可以找到蛮多的 这个参考 其他教过其他的语言 另外的话 这是我的相关的简历 那因为我基本上我 最早是担任那个软体工程师 然后慢慢的 就是一路一路往上爬 然后 也曾经有创业的经验 那之后的话呢 有那个五年的创业经验 也拿一些奖项 那另外的话呢 目前的话在公司也担任一些 顾问性的工作 那慢慢也在分享一些 我自己 这个这些年的一些经验 然后大概这些 拿一些奖项 在企业里面有那一群像 统一证券啊 全球人寿等等 OK 那其他的话我拿一些奖项 教学卓业奖项 最佳人气奖项 还有什么趋势先锋奖 另外的话呢 我的证照也是不算少 我目前算一下 我证照应该有三十张的吧 都是电脑相关的 最近的话 像Python有两张证照 我就把它考到了 OK 而且我之前有开过类似的课程 还不错 因为我至少我考过教学生 他们相对的 也比较知道说该怎么考 OK 另外的话呢 我自己在网路上面有教学频道 我这个正在知道一下 那再来的话 有关参考书目部分 这本书其实 还蛮推荐的 主要原因是因为 它里面都是范例 468招 就是有468个范例 全部都是以Sale方面的 OK 那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 每天做一招就好了 那里面它也有什么 范例解答 范例解答 所以如果你这些全部都贵的话 那表示你Sale 250个函数 应该都已经非常的广瓜烂熟 不过这本书有一部分不足就是它没有VBA 也就是说全部都用函数全部公式解 但是你会发现解到最后 简单的东西用公式用函数OK 但是复杂的事情 用函数跟公式也写得出来 只是反而用VBA来写 用VBA来写复杂的 反而我觉得会比较好表现 因为你写那个公式 像很多复杂的事情 你全部都要写在那一行上面 那一行上面要写多少多少东西 把好多好多函数全部团在一起 最后还要执行正列 哇 然后要正确哦 错了 其实有时候错了不知道错哪里 所以后面会跟各位讲 像这种复杂的事情 交给VBA就对了 但是要怎么做 我也跟各位 按部就帮分析 所以这本书大概跟各位讲一下 另外其他 像什么超图解 有些书 像这两本 他的优点就是 他的理论说的都还蛮清楚的 但是他缺点是说 他几乎没有什么实作 就是他一直跟你讲 你这VBA是什么东西 然后有哪些物件 要怎么用 可是说真的 他犯例好像没有 甚至是有犯例 可是你把它从头打到尾 好像你做不出结果出来 那里面好像有程式 甚至有些部分也有bug了 所以我们这课的重点就是教会怎么实作 OK 理论部分的话 请各位自行阅读 因为看应该没问题 但是做 比较容易出问题 所以待会的话 我们就按照五大函数 也就是说有八周 所以八周大概就把这个五个函数 也许有的是两周 有的就一周 分别的话 把这五大类函数 逐一逐一的讲解 那讲的方式会由浅入深 先讲简单的函数 再慢慢用同样的逻辑 同样的思考方向 把它如何转成VBA的整个过程 我们按部就班跟科 只要你这个基础打稳 以后就可以用类似的方式 去用到你工作上面去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 简单的事情 找一些内线的函数 很快就做完了 但是你会慢慢发现 现在工作越来越复杂 所以真的没有办法用一些 简单的函数完成 所以今天的话 请各位待会就先帮我开启 刚刚这个范例 里面先想想看 这个要怎么做 刚刚讲 当然你可能对于两个函数不熟 像REPT 像LEN 或者是说其他很重要的函数 文字类相关函数的话 请各位切到前面REPT REPT 怎么用 比如说 它下面有个问题 就是100笔给一颗心 也就是说 它销售量 假设它已经超过100笔 那这个表示158就给一颗心 286给两颗心 那我要怎么给心 当然不是说 你现在就拿这个 Ctrl-C 然后怎么样 Ctrl-V一颗心 然后这个 Ctrl-V Ctrl-V Ctrl-V吗 OK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我看你永远做不完 那怎么办 有没有比较快一点的话 用REPT完成 怎么做 请各位试试看 另外的话还有哪一个呢 LEN在这里 一般会跟那个MID MID MID这个函数也非常重要 也就是说你要取什么 除尘歌里面的某一个字 或某一部分的字 就可以用MID MID 中间取几个字 OK 那比如说像算 这边有几个 身分字号 长度 那你可以插入环数 用什么 文字类 里面的话 文字就这些 其中有个是什么 LEN 确定 他会问你一个问题 TEST TEST 文字 文字在哪里 在这里 这个文字里面呢 有几个字 所以你会发现哦 你给他的什么 文字在这里 那文字跟数字有什么差别 请各位注意一下哦 文字前后有没有 多什么 双尼号 有没有 下面回来的结果是一个什么 数字 那数字跟文字不一样 你会发现 数字前后 没有双尼号 OK 那结果呢 你会发现 把这个10 在确定之后的话 就算完了 但是你可以把它向下填满 其他都算完了 OK 那请各位试一下 大家了解一下 并且哦 试试看 这个综合练习题 有没有办法用REPT 加LEN 把它完成 好 那画面先还你哥哦 先想想看嘛 你待会会解啦 你不用太担心 反正 先想想看嘛 我 建议各位就是说可以思考 好 然后尽量用理解的方式 就了解每一个函数 他问什么 其实哦 如果你要把函数学好 最重要的是嘛 插入函数先找到你要的函数 在里面 然后呢 找到那个函数之后啊 看跳出来那个视窗前面 他那个问题是问什么 你给他他要的东西 而且是要对的东西哦 他就会给你对的结果 OK 那使用起来哦 只要按照这个逻辑哦 使用函数哦 就会 这个哦 非常的容易啊 OK 我觉得 蛮流畅的 OK 试一下哦 待会我们再来看哦 这个哦 刚刚姐讲的这个这个这个范例哦